张小贤说 宋慧善问宋慧桥有没有准备新婚用品 宋慧桥只是娇羞地打说 宋仲基说什么都不需要准备 原来一切准备是以宋仲基都一人包办 可能有人会练解说男人不敏感 粗线条很正常 爱一个人的表现有千万种 但愿意去耗尽时间和精力 在你身上花心思 是真正的在乎 亦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 慢慢和阿伯结婚两年 以此逛商场慢慢看中 那一件三千块的衣服 当时三千块是阿伯一个月的工资 他看漫漫盯着那件衣服的眼神 便已知道那是漫漫心爱之物 但还是拉着他出了门 笑着说去吃火锅 漫漫虽有不舍 但他知道两人的生活境遇 所以也没再说什么 一个月后 漫漫再次路过那家店 发现那件心仪的衣服已经不见了 店员说是被别人买走了 仅此一见 在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漫漫下班回家 看见阿伯捧着玫瑰 地上摆着新型蜡烛 阿伯慢慢拥入怀里 拿出了那件自己一咬牙 买下的三千元大衣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从来没有天生不会疼人的 只有不愿去花心思的人 在感情里 花点心思能让爱更成久 他成就着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感动 让爱逐出 保留着那份心动的感觉 临近七夕 你的心思想为谁而花 Rosie Lee 鲜花玫瑰 为爱保留新鲜猪砂玫瑰 为爱增加浓郁的深情经典 永续十九只经典 猪砂鲜花玫瑰 经典的猪砂 恰是浓浓爱意的 象征以炽热的色彩 见证最重要的时刻 为玫瑰披上盛节的婚纱 系上郑重的蝴蝶结 玫瑰绽放 暗藏深情给爱温柔的包裹 守护爱在满怀 三十三只猪砂鲜花玫瑰 手捧给爱情一个圆满的期许 如这饱满的手捧玫瑰绽放 盛开在心房 传达着爱 亦是新的表白 三十三只玫瑰 是三生三世共赴的誓言 在怀中静静感受心动 是农行的守候 纵然拥有全世界的仰望 也不及这一份拥抱许愿玫瑰 为爱柱肉色彩斑斓 的浪漫经典永续 副十九只许愿鲜花玫瑰 以自然与现代工艺完美融合 将七彩注入玫瑰 独创梦幻的许愿玫瑰 如伊甸园中的梦幻成为现实花瓣 诉说着至爱至深的誓言与爱配料 以爱之名 愿性欲永远伴爱而行情动玫瑰 为爱保留初见时的心动 经典永续十九只情动鲜花玫瑰 茫茫人海 彼此总能在第一时间 找到对方并非有眼睛在寻找 而是新的感应出见彼此的心动 恰如这玫瑰边缘蕴染了红不浓 不但恰到好处保留这一份甜淡的美好 化作玫瑰回应前面的爱 惊艳玫瑰 为爱交之最美的时光 经典永续 副十九只惊艳鲜花玫瑰 真正的爱情 未必轰轰烈烈 但总是能经得起风雨 经得起岁月的考验 交之平淡与热烈 惊艳玫瑰应运而生 献给平凡世界里不平凡的爱 彼此的陪伴 便可经验爱情的时光与玫瑰相伴 唯一真爱恰是爱 唯一爱的心思 从来不是物质多少决定的 而在于用心程度深感于此